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讲这一讲的第三节 记账凭证的填质和审核 我们在上一节节中 讲过了原始凭证的填质和审核 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 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记账凭证是根据一张或者多张原始凭证 对它进行总结 以我们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会计语言来进行 实际上是得到的 所以说记账凭证是谁做出的呢 是会计做出的 记账凭证记账是会计做出的 所以说当会计发现了自己做记账凭证做错了的时候 它去找谁充填啊 只能是它自己了 所以说这个跟原始凭证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当然除了这个要求之外 还有别的记账凭证事也有一些不一样的 我们都发挨个来看 首先从记账凭证 它里边包含的内容上来看 它和原始凭证就有不一样的地方 同样 名称编号和填制日期 原始凭证里边也有 但是你看这里边少了什么呢 少了收款单位 少了付款单位 为什么会少了这个呢 像我们说发票里边都有收款单位 有付款单位 为什么记账凭证里边都没有了呢 因为记账凭证我们说了 是我们本单位的会计自己填的 是吧 都是自己啊 所以说不用不用写这个了 然后涉及到的经济业务的内容和内容摘要 这个摘要从哪来呢 从那些原始凭证当中 或者你可以总结 或者说就是原始凭证当中的摘要 比如说 为什么有时候需要总结呢 像你的原始 你去出差的时候 你的原始凭证可能有什么呢 有餐费 有住宿费 有机票 还有室内交通费 等等等等 这么一堆 但是你到时候真正你要写的是什么呢 你把那一百多张 他出差拿回来的发票 你可以就总结一下 就是拆旅费 就完了 好 你把那一百多张发票 总结成了一张记账凭证 然后这就怎么样了 这张记账凭证 得和那一百多张发票 能够联系起来 怎么联系起来呢 得附上 得附上啊 你这张记账凭证 表示了多少张发票 或者更好一点 怎么样了 在这记账凭证 把那些发票和这记账凭证 一块保存 或者起码有一个给他保存了 知道这对发票对应的是哪 好吧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在原始凭证当中 想象一张 你去想象一下 你去哪呢 你去餐厅吃的饭 他给你开的一张发票 那上面有会计科目 有借贷吗 没有的哈 没有的 而我们在做记账凭证的时候 他得有这个啊 有会计 有相对应的会计科目 然后呢 有借贷方向 同样呢 也得有金额 啊 这个是 记账凭证 和我们前面讲的原始凭证呢 是不一样的哈 最后呢 记账凭证还得有 和那个原始凭证一样 都得有水经手的相关人员 要签字改章的 好 这个呢 是我们讲的 记账凭证 它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 记账凭证 它的填质要求是什么 我们说在原始凭证当中呢 有基本要求 还有附加要求 是吧 然而在记账凭证里边 我们只强调这一个哈 为什么不强调这么多呢 记账凭证是会计人员记的哈 一些小的错误 你作为一个专业人士 就不该再犯了 好 我们看一下 记账凭证填质 需要有什么要求啊 日期填写正确齐全 然后金额和原始凭证一致 和原始凭证一致 如果是单张 比如说你只对一张发票 你做的记账凭证呢 就和那张发票一致就行了 如果是多张呢 你得和那一堆发票 他们分类汇总后的金额一致 是吧 还得什么呢 这记账凭证背后 因为一个记账凭证 它可能对应着好多张发票 怎么样呢 他得在这记账凭证 要和那些发票们 一块保存着 并且记录一下 这张记账凭证 它是记录了多少张发票的业务 给他汇总的 为什么要记录个张数呢 如果你不记录的话呢 我突然听说有一天 有人来查账了 想一下 我那里边好像有两张假发票 然后怎么样呢 赶紧去拿给他对调 或者是怎么样呢 我好像记得 那个地方报错了 是吧 我发票不够 我也让他给我报了 然后往里边塞两张 这个是不行的 这个是不行的 然后呢 我们说 如果是原始凭证 你发现错误了 实际上你是打回去 让相关的人 去找开出这张原始凭证的人 重填的 是吧 而如果是记账凭证发生错误呢 我们说记账凭证 本身就是会计人员自己做的 所以说 当他们发现自己弄错了之后呢 非常简单 把这个放一边去 记账凭证什么 大概就是这么大一张纸 所以说 当你发现错了 是不是怎么了 把这张拿走 拿起另一张纸来 哈哈再写上 所以说 就是直接重新填制就完了 所以这个呢 不管我们说记账凭证错了 有好多种改法 这个毫无疑问 是最通用的 是吧 然后呢 不管是哪是错了 我把它拿走 拿一张新的 重新写上 但是你要记 拿走的这些 或者你记错了这些呢 也不能随便滥扔 是吧 到会领导说 你这个从这不是拿了 一百张记账凭证吗 怎么这只剩八十了 剩下的二十张 你拿来干嘛了 你说都在这放着呢 这些都是都废掉了 好吧 所以说呢 发生错误 重新填制 最简单 也是最直接的 然后呢 那些错误的 要放在旁边保存着 好吧 然后呢 和那个我们刚刚讲的 一次性的原始凭证一样 如果有空行的话 要滑线 给它滑掉 是吧 防止某个不怀好意的人 在你在上面 再给你写上两行字 而如果你滑掉之后 它写在滑掉的 那个区域呢 是无效的 然后呢 为了个 因为这个记上评证 是只有你自己写的 是吧 你自己对自己 你自己 在这儿管自己 所以我们有事得怎么样呢 应该复合检查 首先是做这张评证的人 然后复合的 检查的 相关人士呢 都得是签名 或者是盖章 最后呢 是按月编号 我们说呢 原始凭证 为什么没有按月编号 这回事呢 因为原始凭证 它发生的日期 比如说你去吃了一顿饭 和你实际拿着这张发票 去报销的日期 可能不一致 是吧 这饭是年初吃了 年末才去报销 所以说 你如果把这张发票 排在年初的话呢 就有问题 所以说呢 它就没有办法按日期 或者按月编号 还有怎么样呢 我们说 这些发票不是独立保存的 它是怎么样呢 它是和 我们的这个记账凭证 一块保存的 附在记账凭证后边的 所以说 他们也没有那个地位 按日期编号 还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最后呢 要说人话 摘要简练易懂 摘要简练易懂 同时呢 要和那些原始凭证 反映的内容 一致 比如原始凭证 虽然你看有餐费 有住宿费 有机票 有室内交通费 怎么样呢 如果你把这发发都列上 很麻烦的 那怎么样呢 随随随随出差的差旅费 一下就完了 最后呢 是 我们这 在这个记账凭证当中呢 它就已经涉及到借 已经涉及到贷的 所以说呢 你涉及到借和贷的这个会计分路 这是准确的 和前面的思路一致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各种各样的记账凭证 在第一节当中 我们讲过 专用的记账凭证 有什么呢 有收款凭证 有付款凭证 收款凭证呢 既有现金收款凭证 又有银行存款的收款凭证 我们这个看什么呢 是一个银行存款的收款凭证 是银行存款的收款凭证 银行存款收款会使银行存款怎么样 增加 银行存款是资产 增加写在借方 所以说对这些专用的凭证来说 怎么样呢 专用的记账凭证 它有一个科目是确定的 银行存款的收款凭证 它的借方科目就是银行存款 所以说我们在接下来这 只要记住贷方是什么就行了 只要记住贷方是什么就行了 而如果是一般的记账凭证的话呢 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一个明确的借方或者贷方 所以在这边既要涉及到借 又要涉及到贷 这个呢是收款凭证 然后我们再看还有什么呢 还有付款凭证 付款凭证 这是什么呢 付款凭证呢 这是现金的付款凭证 现金付款会使现金减少 现金减少应该记在贷方 所以说对现金付款凭证来说 它的贷方已经确定了 我们只要知道这些现金用来干什么了 用来干什么了 也就是说呢 它的借房科目是什么就行了 如果只有这一个的话 还是空行滑线注销 像这个呢 银行存款的收款凭证是这个格式 而现金的收款凭证呢 差不多也是这个格式 只要这边这个借房科目不是银行存款 是现金 同样啊 现金的付款凭证是这个格式 银行存款的付款凭证呢 大概也是这个格式 收款凭证付款凭证讲完了 接下来讲什么 转账 你看转账在这会儿是什么呢 它就已经涉及到有借有贷 包括呢 一般的 包括一般的记账凭证呢 也都是这样啊 有借有贷 有借有贷 同时呢 你看借贷肯定得是相等啊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再注意到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有一个钩 这个钩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这这张记账凭证 有没有 我还有没有根据它来记账 如果根据它已经记过账了 我接下来要怎么样呢 要把它和那些原始凭证放到一块 然后放到我们专门保存会计凭证的仓库里边存起来 而如果还没有记账的话 得怎么样呢 我得根据它这上面的借房和贷房 登记账簿 登记账簿进行记账 记完账之后 在这打上钩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这个呢 转账凭证和一般的记账凭证呢 我们就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原始凭证需要审核 记账凭证呢 也需要审核 那么记账凭证我们审核什么呢 上我们可以看到啊 记账凭证呢 一般来说从形式上来说呢 比原始凭证要简单一点 是吧 为什么 它是给我们内部人使用的 所以说呢 它的审核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审核什么呢 还是内容是否真实 项目是否齐全 科目金额 书写等等等等 然后当然对一个什么呢 充分熟练的会计人员来说啊 这些呢 像科目是否正确 金额是否正确 书写是否正确 这些都应该是常识性的东西啊 这些都是常识性的东西啊 包括项目是否齐全 也是常识性的东西 至于内容是否真实的话 首先我们能保证的是 我们根据 发票来做记账凭证 我这一步的内容是真实的 至于发票是不是真实的 这我可能就保证不了了 是吧 好 同样是有审核 审核的任何人都可能能出错啊 会计也有可能出错 如果当你审核之后 发现错误的话 应该怎么办呢 你要知道我们在前面里边 这讲过一个什么呢 要看这有没有这个钩 如果有钩的话 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这些业务 我已经在我账簿上登记了 账簿是我们下一节 下一节可要讲的东西啊 已经登记了呢 就是已经反映在账上了 这个改起来呢 会比较麻烦 而如果没有登记 仅仅是这一张表做错的话 那非常简单 把这张表拿开 再拿一张表 做一个正确的 就行了 是吧 所以说呢 审核的结果呢 根据这个钩 是不是已经发生了 他的如果发出错的话呢 他处理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具体大概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你发现记账凭证 他在填表 填那张表的时候 填错了 但是呢 那表上的钩还没打 这是非常简单的 是吧 把这个拿走 重新做一张 就行了 重新做一张 这是最简单 也是最直接的方法 一定不能在原始凭证上改 这个原始凭证呢 你可以有两个理解 怎么样呢 第一个是指的 就是我们会计上 记账的原始凭证 第二个是讲的呢 不得在原始的那张记账凭证上改 为什么不得改吗 事实上没必要 是吧 你作为 你作为会计人员 这个凭证就是你自己做的 你为什么不拿一张新的来呢 而要在原始的那上面改呢 一改就可能发生 这个改是别人改的 是不是有可能 这个改是别人冒充你来改的 所以我们不妨直接就规定 不准改 好 然后再还有一个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还有怎么样呢 我已经根据错误的记账凭证 已经根据错误的记账凭证 怎么样了 已经入账了 这会怎么办呢 这会就比较麻烦 这会我们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叫做红字注销法 红字注销法大概什么意思呢 首先介绍一下 在我们会计记账当中 红字表示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说啊 我们在会计在记账的时候 是不允许出现负号了 是吧 好 当我们真的需要负号的时候 我们怎么表示呢 我们拿红字表示 什么的红字 非常简单 红笔写的字叫红字啊 所以说 比如说给你举个例子 如果是你到银行 取了一百块钱 到银行取了一百块钱 这个做会计分路非常简单啊 借记库存现金 代记银行存款 这个是正确的啊 而如果你一不小心 你写生了借记银行存款 代记库存现金呢 这就变成你往银行里边 存了一百块钱 是吧 我们看这个错的啊 借记银行存款 代记库存现金 而实际上呢 是借记库存现金 代记银行存款 是吧 好 这会儿就是发生了一个错了 而且你已经根据这个错的 记账平准怎么样呢 在现金和银行存款 那个科目上 分别记账了 你会发现啊 你本来是现金应该是多一百 结果你给写了个少一百 那么怎么改呢 比如说非常简单 我写了个少一百 我想得到多一百的话 我只要再给他加两百就行了 这样可不可以呢 不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呢 你看 一开始借记现金 代记银行存款 然后呢 你想给他 写成什么呢 在代记现金两百 借记银行存款两百 这不行 为什么呢 这个表示了两笔经济业务 你先到 你先去银行取了一百块钱 又往银行存了两百块钱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怎么做呢 如果发生了这种错的话 我们把借记现金 代记银行存款 变成了代记现金 借记银行存款 怎么样呢 我们用红笔 在你这个错误的记录下边 原模原样的再写一遍 用红笔在你错误的 在账本上错误的记录上 再写一遍 这会儿红笔表示什么意思呢 红笔表示 他对上一笔业务负责 负什么责呢 做减法的责任 同样我们在账簿当中也有摘要 你摘要就是写个什么 冲销上一笔的账 所以用红笔写 在上面写了这么表示 把上一笔账完全给他抹掉 抹掉之后再怎么样呢 再重新按照正确的方法 按照正确的借贷方向 再重新写一遍 好 这个呢是 也是很直接的 不管哪是错了 你都可以把错的抹掉 然后把正确的重新写一遍 这个呢是 也是非常既支标又支本的一种方法 然后说这个是怎么样呢 就像这种方法是我讲的 比如说你会计科目写错了 或者说是借贷方向写错了 我们可以用红笔注销 一次给他搞定 而如果你的会计科目什么 没错 怎么办 仅仅是金额写错了 比本来是100写了50 本来是100写了50 怎么样呢 你再重新记一张 你记着这个什么 记账凭证 是我们会计自己做的 是吧 本来是100 你记了50 那么你再拿一张 再写上 再记50 这个50怎么写呢 就是说是和上一张是绑在一起的 这条上大概写一个 什么上一张记错了 这一张继续写上 如果多了的话呢 你就可以做一个是反方向的 多了呢 可以做一个反方向的 也是写上 这个呢 是调整上一笔账的 但是你可不可以 也用红字注销法呢 毫无疑问是可以的 毫无疑问是可以的 红字注销法 它基本上能够改正所有的错误 你在账上 不管怎么记错了 我知道红字重新写一笔 表示把那笔账 就给他注销了 然后呢 再按照正确的方式 在下边再写一笔 哎 这笔账就被更正过来了 好吧 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记账凭证 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东西 好 我们想一下这一节 这一节我们讲了什么 我们讲了记账凭证 它的填制要求 是吧 给大家看了不同种类的记账凭证 然后讲了记账凭证的审核 如果出现错误的话呢 应该怎么更正 因为记账凭证是会计自己做的 所以说如果仅仅是凭证错了 而没有入账的话呢 很简单 重新再写一张正确的 如果已经入账了 入账错了的话呢 也很简单 万能的方法是 拿红笔把那个错的账再瞄一遍 瞄不是在原来那笔账啊 是在它的下一行 瞄一遍 表示把上面笔注销 然后呢 再用蓝笔事实上啊 不应该是黑笔 然后按照正确的格式呢 再写一遍 就完成了 包括呢 如果是你的登记方向 科目都没错 仅仅是金额错了的话 你既可以进行调整 也可以怎么样呢 也可以用红字入销啊 如果你是处女做的话 好吧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